妙膏 有请阿智帮我们揭开这个展板 来一一揭脚 来 我们看第一个是什么呢 是糖尿病 首先我们说慢足肺 刚才铁虹老师说了 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疾病 它会对全身的各系统都有损坏 那么首先来说 经常病发的就是糖尿病 糖尿病会使慢足肺的这个病情 加重 变得复杂 基因加重住院的次数增多 这个死亡率也有所增加 就是说这个慢足肺 不一定会直接导致糖尿病 对 但是如果一个慢足肺患者 他不幸有糖尿病的话 他的糖尿病会变得更难控制 是的 是的 他得这个什么并发症 各种危险的概率 要比没有慢足肺的人会更高 对 对 对 而且他得了病还不好治 对 治了还不爱好 对 铁虹老师 是不是 对 就这俩就是互为因果的 这个恶性循环 对 对 对 好 这是第一个 我们看第二个 我们看看慢足肺 还会引发什么呢 骨质疏松 这怎么讲呢 老师 对了 这个慢足肺 因为慢足肺的病人 呼吸困难不是 他这个户外的活动就少了 完了消化功能也不好 完了就缺钙 就容易导致这个骨质疏松 有关的研究检测慢足肺的病人 骨密度 结果显示了 他比这个正常的这个骨质疏松的 这个发病率 比正常人高百分之二十三到五十 调查还发现骨质疏松 已经严重地影响了这个慢足肺 病人的生存质量 他容易骨折 我们再看第三个还有什么 我们看的话 慢足肺还会导致什么 第三个是抑郁症 这个理解起来就有点难度了 这个慢足肺的病人 我们是这样讲的 他由于呼吸困难之后 非常早期 他肺功能下降之后 我们的这个病人 就会有这个情绪的改变 比如说焦虑 抑郁 这焦虑的情绪 免疫力就下降了 免疫力下降了 他就可以加重这个 慢足肺病人的主观的症状 和精神负担 所以说病人他有时候会感觉到 放大自己的感觉 呼吸困难的感觉 会更加的严重 而且抑郁的情绪 可以增加住院的次数 和慢足肺急性发作的程度 另外慢足肺 接下来它和肺癌之间 还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 与没有慢足肺的病人相比的话 慢足肺的肺癌的发病率 应该是高了两到五倍 这个平时呼吸质量差的人 情绪会不好 对 情绪不好就影响这个人的免疫 免疫不好 那这个人个性肿瘤 发生的概率就会提高 对 这仅仅是逻辑关系上的 而实际在临床上 这三者之间又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这是验证过的 对 对吧 阿正我们看下一条是什么 对我们看刚刚提到了 慢足肺还会引发肺癌 好这个事我们已经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了 我们再看最后一条 继续看看最后一个慢足肺还会引发什么呢 是心血管疾病 这个慢足肺我们老百姓知道心肺不分家 对 他俩是爱一块的 这个慢足肺和心血管疾病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 那除了这个慢足肺本身可以诱发我们叫并发症 叫肺心病之外 这个慢足肺它由于长期的缺氧和慢性的炎症 使这个患心血管疾病的这个风险提高了2.7倍 而且慢足肺病人中发生冠状动脉疾病的这个几率 也要高很多 显著增高 所以说包括这个我们说的心脚痛 心肌梗死 中风 这个慢性的心理酸血